hello大家好我是陈佳杰 我是陈佳杰 一个中医 斜杠可能是因为太怕无趣了 总希望在路途中 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叫陈佳杰 我现在在上海的杨浦 然后负责一些医学健康方面的工作 21年的时候吧 肯定是会建委 去办了第一届的一个健康客户修的比赛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进全国的24强这样 震惊 神龙本草经记载 榴莲和螃蟹不能同时吃 要是神龙在 他也一定很晕 我还没有尝过 谁说不能吃 想法不拘一格 也就是独一无二 其实也是彰显一种领克的那种个性 就觉得很合拍 决定买领克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个时候在国产品牌里面 我觉得想要支持一下 正好看到一个领克中心 当时看到06会觉得说 特别好看 特别深刻 毕竟它是混动的嘛 然后它用电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轻盈 然后车身的姿态什么调整起来反馈都很快 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感受都能够带到 在APP上面看到有一个上海的志愿者 车展志愿者 然后这个培训还包括一个AD的培训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的全国的理事会 所以奥老师碰到了 我们竟然是同一个专业的 也是中医的 也是针究推拿的 师兄师弟的这种关系就很亲切 我们联合了抠客志愿者理事会 开展了很多场的一个应急的培训 将近千名车主已经取得了一个红职资会 颁发的应急救助的一个证书 后来也有不少车主就自发地配备这个AD 我觉得作为医务人员我本身也很感动 因为它确实价值不菲 然后领科官方也发现了这个需求 并且倾听我们的声音 包括配AD 然后有相关的积分 如果因为旧人砸破了车窗 全部的维修费用全部都是领科官方来 这是一件非常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会觉得我参与其中也倍感荣幸 我这部车认识了一群直通道合的小伙伴就很开心 我们这些车主聚在一起的时候 像朋友、像家人 每一次的活动质量都非常非常高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活动 其实我们领科官方也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所以我觉得领科非常适合我 它能凸显出这一代年轻人想要表现的一种特立独行 领科其实是自我要求嘛 希望做一个榜样 希望孩子能看到说 嗯到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最远的路可能是陪孩子成长的路 现在有一个八个月的宝宝在那里 父亲的标签也是希望我接下去能做得更好的 祝愿在座每一位该吃吃该喝喝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 我觉得生活像中医有相生相克 也要该吃吃该喝喝 生活像段子不时抛出一个桿 笑一笑自己才能继续前行 生活也是旅途 它的马速不重要 走想走的路才最重要 这就是我 谢谢大家 我是终于陈佳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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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